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受五百年一遇的鲍鱼加深圳泄洪合力 香港首发极端警告 学校股市政府全停摆 李家超被轰拥冠香港货质损失一亿美元 华为顶峰作案又出两星机 叫嚣全球首款双卫型通信 胡锡进讽刺孔日情绪 证明中国人还没有站起来 加拿大启动调查中俄干预选举案 百度的李彦宏获评全球AI领袖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法广的信息表示 台风海魁远离两天之后 参与的低压槽持续在广东一带地区带来了暴雨 香港在9月8号凌晨前一个小时 录得破139年历史记录的158.1毫米的降雨量的记录 与世是500年一遇 在广泛的地区出现进水的情况之下 至少有三个地铁站受灾 有至少60个水沁报告 十宗山泥钦泻的报告造成了20人受伤 另外需要疏散110名市民 影响所及港府首度在9月8号的清晨发出了极端天气的警告 并且会推迟至9月8号的午夜 受到天气影响 全港的学校会停课 股市和政府的服务暂停 中港之间的两个口岸也暂停了服务 报道说中国广东的广州东莞 深圳 佛山以及珠海等地 也受到了暴雨影响 由昨天起先后发出了暴雨红色预警 深圳的情况最为严重 普遍降下了极端的特大暴雨 该市全市在9月8号的时候停课 而罗湖火车站的出入口 以及地库 也因为水禁而在中午之前 不能够让旅客正常的进出 公共交通公司也不会发车到该站 根据深圳的气象台表示 该市在9月7号的晚上到9月8号的早上6点 普遍降下了极端的特大暴雨 平均的雨量接近203毫米 全市最大累计降雨量是 罗湖区的东湖街道的469毫米 又有四个不同小时的降雨量 打破了该市自195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记录 预计在9月8号至周日仍然有暴雨 以及局部的大暴雨 而在9月7号下雨超过了16个小时以后 深圳市决定在9月8号的凌晨零时30分 为深圳水库泄洪 该市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处的处长王长孝指出 泄洪量较少 流量约为每秒80立方米左右 对下游的影响不会太大 另外与深圳接壤的香港沙头角 当区的乡市委员会的主席李冠红 在9月8号的早上 在电台节目当中也表示 深圳排红没有影响到该区 而在9月7号的深夜 曾经受到水浸影响而封闭的道路 也在凌晨的两点之后开通 但是他自己的汽车也因为9月7号晚上的水浸而停在了路边 没有能够回家 他表示水浸情况最严重的是9月7号的晚上11点到12点 水深其妖 有双层巴士的下层也被水淹 另外报道表示海魁的雨带在9月7号开始加强对香港的影响 在傍晚的6点至午夜的12点 大部分的地区路得超过70毫米的雨量 香港的九龙 星界 东北以及港岛 更是路得了超过200毫米的雨量 当局在晚上接近八点钟的时候 呼吁市民要小心水浸 一个半小时之后 香港天文台发出了暴雨警告信号当中 最低级别的黄色信号 接着在不足两个小时以内 两度调高级别只发出最高的黑色暴雨警告信号 这是香港天文台今年首度发出黑雨信号 该台总部在当天晚上的11点到12点 录得158.1毫米的雨量 是自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记录 截至到9月8号的凌晨2点 黑色暴雨警告仍然生效 该警告已经发出超过15个小时 也打破了1999年以来的记录 报道说 但是不知道是否当局在上个星期 在强台风苏拉远离香港之后 只清理了路面 没有及时的吸走 局内的淤色雾 部分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 包括香港的黄大仙区的龙翔道 由马路变成了龙翔河 不少的汽车抛锚或者车中的人被困在车中 而夹杂淤泥的水 更是涌入了黄大仙地铁站内 水高一度淹没了整个月台 该站商地地库底层也几乎没顶 货物四处漂流 而另外一个重灾区是港岛的东区 该处山边的户土墙 经雨水长时间的冲刷出现了山泥钦泻 大块的巨石滚落至路面 暂时不知道有没有车辆被压 该处地势较低的大厦的停车场 也被水浸至成人的肩部高度 部分的汽车几乎没顶 也有女子被流水冲跌 漂流约十分钟之后 才紧抓物品停下来获救 另外港岛南区的乡岛道出现了路线 有汽车被困 更差点损毁该处地下的煤气管道 部分市民或车主因为汽车被困 而要涉水至附近的海洋公园的地铁站内 通宵避雨 报道表示 有近公共交通严重受阻和山泥倾泻风险极高 港府在9月8号的凌晨5点半左右 发出了极端情况警告 并且宣布全港的学校停课 又呼吁雇主要参考8号风球下的工作安排 做出情理兼备 及具有弹性的工作安排 上述的公布与港府2019年中签订的极端情况 并不完全一致 而劳工处在上述公告发出一个半小时之后 才发出了公告 提醒市民除非事先与雇主有协定的必要人员 否则雇员不要启程上班 随后各公共服务机构纷纷公布了暂停服务 包括股市和金银交易场 另外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香港遭遇了世纪大暴雨 香港天文台在9月7号的晚上约11点钟的时候 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 香港多区严重的淹水犹如泽国 公共交通停止运营 但是港府在9月8号的凌晨5点多钟 才宣布了学校停课 没有宣布停班 不少的市民涌入了香港特首李家超的脸书狂轰 在黑色暴雨警告发出约两个小时之后 李家超在9月8号的凌晨1点多钟 才在其官方的脸书上发文 表示十分关注全港多地出现了严重的淹水的情况 各政府部门正在全力的采取措施来应对 9月8号的凌晨2点30分的时候 港府发出了新闻稿 表示早上的6点前公布是否需要停课停班 结果港府在清晨的5点34分才发出了新闻稿 表示因为广泛的地区淹水 以及公共交通严重受阻的极端情况 全港的学校停课 但是没有宣布停班 只是呼吁雇主要参考8号风球下的工作安排 优先的考虑雇员的安全和从居住地往返工作地点的可行性等等 采纳情理兼备极具弹性的工作安排 港府也是首次发布出现极端情况 在9月7号的晚上开始不少的市民涌入了李家超的脸书 表达不满 表示是不是要我通宵等你宣布停课呢 还有表示很多小朋友5点多钟就起床赶校车 特首请早一些公布是否停课 还有说地铁也淹水了怎么上班 还有说周围淹水停课不停班 你觉得有多少雇主会体谅员工呢 另外有网友留言表示 全港周围都在淹水全部的佣关 不知道民间疾苦 全部的公车也停了 特首你有车子上班 小市民没有 另外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 是香港在9月7号的时候突然降下了自1884年以来最严重的暴雨 彭幕车报道 猜测这场世纪暴雨可能造成超过1亿美元的损失 好 再来看一下华为顶峰作案 又出两星机叫嚣全球首款双卫星通信 来自相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在华为Made60 Pro以强大的性能引爆了市场之后 加强版的Made60 Pro加以及折叠屏的手机Made5也在9月8号也是无预告的情况下开售 据悉Made60 Pro加的超大家量抓住了双向北斗卫星的互发信息精准定位售实等些功能之外 还加入了对讲上网语音电话等些功能 成为全球首款搭载双星卫星通信的手机 此外 该手机的外观采取了黑色和白色的拼色 被不少的消费者誉为熊猫机 报道说 华为回归智能手机市场继未发开售Made60 Pro之后 华为在9月8号的时候再一次没有预告之下发售了两款新的手机 分别是折叠手机Made5以及设有双卫星通信的Made60 Pro加 前者于9月24号之前发货 后者在10月9号之前发货 在发售之前 华为同样没有视线的宣布两款新的手机 根据华为介绍Made60 Pro加主要卖点为全球首款搭载双星卫星通信手机 支持天通卫星电话以及双向北斗卫星信息 华为Made60 Pro也有提供卫星通话的功能 另外来自台湾媒体中央这的报道说 中国高端手机品牌华为在9月8号的上午宣布了两款新的手机 Made60 Pro加以及MadeX5加入了先锋计划 在华为商城开启了预售 加上此前在8月底的时候开始销售的Made60系列手机 话题抢占了中国网络的风头 华为在8月底的时候Made60以及Made60 Pro已经在中国手机市场引发了热议 最受关注的是是否华为突破了美国技术卡脖子的封锁 而在9月8号的时候华为又宣布了两款新手机的开售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新京报的报道说 据介绍华为的Made60 Pro加具有双卫星的通讯功能 无地面网络时可以透过多种的卫星系统与外界来通讯 Made60 Pro加有16GB加ETB以及16GB加512GB两个版本 操作系统为鸿蒙操作系统4.0 华为商城暂未公布产品的价格 目前是定金预售的方式 商城提示对于预定的用户 预计2023年的10月9号之前完成交货 而另外一款的MadeX5产品同为定金预售的模式 支持双向北斗卫星消息 华为短时间之内出了新款手机 话题再度的跃上了中国网络平台微博热搜 并且标为华为网站 有网友表示这是一波猝不及防的华为网站 最近网络热度都被华为包围了 也有网友分享 最近华为出的Made60 Made60Pi以及Made60Pi加 还有MadeX5处理器都是麒麟9000S 据称MadeX5用的是玄武钢化昆仑玻璃 官网的消息表示 玄武钢化昆仑玻璃 较于华为的MadeX3上的第一代的昆仑玻璃外屏 抗刮能力提升了300% 抗衰能力提高了100% 好 再来看一下胡锡进暗讽 孔日情绪证明中国人还没有站起来 来自香港媒体报道说 日前网传武汉的一公园内 有几位女生穿着汉服 被工作人员误认为是日本和服 遭到了反复的驱赶 另外 中国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近日迎来了大修 其中第34条当中就指出 禁止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引发了关注 有民众认为是在影射穿和服等些行为 对此 中共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发文批评 表示过度与和服较劲 实为对日本的抬举 他的文章表示 女孩穿汉服遭驱赶的事件 反映了社会当下对待日本元素有点太紧张了 他认为日本不值得中国如此用心去关注他 跟他怄气 那二座有点太抬举他了 文章还以美国的仆从来形容日本 表示中国最大的战略博弈对象是美国 而中日力量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比如中国大陆的航天航空技术 电动汽车技术 互联网 应用技术等很多的领域已经超过了日本 更不要说由强大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组成的中国的武装力量 这些都是日本国家实力不可同日而语的 文章还表示 中国大陆社会今天看日本就应该像20年前看台湾一样充满自信 日本侵略压迫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民族悲情 不应该是与日本打交道的主导情绪 当与日本发生新的摩擦的时候 无需恐惧而是可以转变成为对日本的蔑视 调整对日本的情绪认知 是中国面对日本时在心理上彻底站起来的必要步骤 该文章还认为 无需太高看已经连续衰落几十年的日本 日本已经弃合小日本的绰号 还说中国一条南北贯通的高铁就比日本全境的新干线还要长 中国一年汽车的销量是日本的好几倍 中国军费也是它的好几倍 日本拿什么对中国战略逆袭呢 胡锡进的文章还劝孔日的人们 多一些现代中国人的自信 应该将部分的战略心思针对美国 文章认为美国的盟友不会死心塌地的为美国做遏制中国的急先锋 冒风险打头阵 因此不要将中日之间的冲突当成全局性的 稳住日本 减少干扰 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对美博弈上才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好再来看一下加拿大启动调查中俄干预选举案 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说 加拿大宣布对有关外国干预加拿大大选的指控展开公开的调查 来自彭博社的报道表示 自进入2023年加拿大的反对党一直就中国跟俄罗斯疑似干预加拿大大选向总理特鲁多施压 主要是因为不断的有情报文件外泄 媒体引述这些文件表示 中国干预加拿大2019年和2021年的联邦选举 试图协助亲中的加拿大候选人来当选 在与反对党就公开调查条款进行数月的协商之后 加拿大政府在9月7号的时候宣布 由魁北克上诉法院的法官奥格领导这项调查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的部长勒布朗表示 对于之前的两场选举 奥格不仅会调查中国 也会调查俄罗斯和其他的海外国家 及非国家形态的干涉行为 布朗没有点名中俄以外的任何国家 但是反对党之前在下议院通过的一项动议当中 指印度和伊朗可能插手加拿大的事物 首份调查报告将定于2024年的2月底公布 最终结论预计将在2024年年底之前出炉 特鲁多在9月7号的时候 在新加坡接受彭博社的访问师表示 由于中国强硬的外交政策 加拿大与中国没有和解的空间 他说中国在过去几年做出的决定 增加两国交往的难度 这不仅对加拿大 对于其他的国家也是如此 好 再来看一下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说 时代杂志在9月7号的晚上发布了 首届全球百大AI人物 中国百度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 以及特斯拉的CEO马斯克 还有应答委的创始人兼CEO黄仁勋 还有OpenAI的CEO奥特曼等 被评为了全球AI领袖 这是时代杂志首次评选全球百大AI人物 内容提到推动机器学习和大语言模型 进一步进步的背后其实是人类 百度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 是该榜单当中唯一入选的中国企业家 时代杂志肯定李彦宏对AI的长期投入 以及百度在AI方面取得的多项的成就 说李彦宏是中国最杰出的未来主义者 长期投身于AI发展的浪潮 根据该杂志的刊文 榜单一共汇集了人工智能领域的领袖 创新者 影响者和思想家共识类 杂志肯定了100位对AI行业的巨大影响力 杂志的主编在榜单的评语当中写道 他们的洞察力 愿望和缺点 将决定这一日益有影响力技术的方向 近期百度的文言一新已经率先的向公众开放 并且在开放的首日即回答了网民 一共3342万个问题 此外 中国的科学院教授曾毅 还有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李飞飞 以及AI教父杰弗里辛顿等 也被时代杂志评为了AI行业的思想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